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在明天十一月二十七號 魏全龍要進行第二次的擴編選秀 我們今天也花一點時間 來聊聊一些精彩的話題 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歡迎李哥 花學員大家好 好 李哥明天呢 你們家的阿龍 要進行第二次的擴編選秀 我們先幫觀眾朋友回憶一下 去年他們選的四名球員 曾陶龍 廖文陽 羅花偉跟江中原 在轉播的時候 對這四名選手二軍比賽轉播 表現上有什麼印象嗎 回顧這第一次擴編選秀 按原本的規定 事實上是一隊可以選兩個人 一隊選一選 但後來原本的這四隊 加上聯盟的限制實在太多 才導致說後來魏全跟聯盟做一個協商 就說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選到兩個 那實際上當星球隊提出這樣的一個選擇 那代表什麼 代表變成說你重重限制之下 根本他不是說他不願意花 當時第一次擴編是一個人是三百萬 而是說你根本已經把所有極戰力都保護住 那我根本不能選 那後來說真的是比較勉強的選了 曾陶龍 廖文陽 羅花偉跟江中原 但是我們從今年二軍的比賽回頭來看 你會發覺這四個人事實上 也並沒有在他們的戰力當中 扮演非常關鍵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接下來講的幾個捕手名字 是大家推測 因為畢竟聯盟並沒有公布這個名單 也不會公布 對 包括黃軍生 郭俊偉 顏弘軍 劉時豪跟方克偉 這是蠻多 我算是綜合大家的寫的一些文章 認為是可能他馬上可以在一軍 可以幫助到魏全 那可能也不在母隊 原本這個十八人的保護名單 李哥對這幾個捕手 可以稍微幫我們簡單聊一下 你覺得有可能的挑選方向嗎 或是他們各自的優點 可以帶給魏全的幫助 烈道的這個捕手 這些人選 當然都是大家媒體還有網友提到的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郭俊偉當然本身 他在一軍的一個表現機會 他事實上是絕對可用的 但是出賽機會沒有那麼多 那方克偉的部分 事實上後來表現的機會也受限 那另外還有一些年齡上的一個問題 但其他三個人應該都是 因為剛好分在兩支球隊 一個是忠心兄弟的黃軍生 一個是樂天桃園的劉韶跟炎鴻君 尤其是劉韶跟炎鴻君 他們是統一隊 換句話講你這個保護名單還是有限 那這個樂天桃園又沒有球員提出FA 所以這兩個人當中一定會露出一個人 那黃軍生大家也預期 可能會沒有辦法在這個保護名單裡 那所以我想這三個人 這個三選一的機率應該是最大 林宥穎的部分其實事實上 當然他的整個狀況 彥宇穎總統教練一定都很熟悉 那他會主動提出這個FA 他也對他自己的一個身價 來講是有很大的一個把握 但是我想對於衛球隊比較不利的是 很多球迷都說你新球隊 你就要多砸錢等等 但事實上 其實現在很多球隊也都擺明了 就是說他提出FA的選手 他是全力都要留住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錢鬥的過程 加上這一次750萬乘以4 又是要再花3000萬 我想對於 而且他如果在這個等於是 第二次擴片裡面 選了一個主戰捕手 然後再去想辦法再砸錢選 林宥穎 兩個人又強迫 那導致他原本已經 他原本還要賠幾年輕的捕手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反而是有點點比較 應該講說超過一定金額 他應該就不會再去競價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發展的機率 應該是比較大的 當然葉總因為是 也是知名的捕手出身 不過我想想要談的是 究竟這個捕手 這個位置在內野 或是整個頭補的溝通 其實他的價值 往往可能我們看到的是 投手跟打者很搶眼的數據 好像捕手的價值有時候 比較容易被忽略 他會最主要要選一個 我們講說標準的一軍咖 這個不是能選什麼二軍王 或1.5軍 原因其實在於說 雖然一整年他的這一支球隊 打了很多的比賽 但他畢竟面對的 都是二軍的球員 那對於一軍這些主力 其實真正熟悉度高的 可能還是落在林宥穎 黃軍昇 另外劉史豪這些人的身上 所以就變成說 他如果不找這些捕手 恐怕他要用他年輕的這些捕手 來磨合 慢慢去了解到 這些一軍的這些大哥們 到底多會打優缺一點等等 要想到魏群的他的投手群 就已經是很多都是年輕 沒有去遭遇到這些 四肢球隊的妖魔鬼怪的 這些年輕龍 如果他連捕手都是 好像大家都是一頭問號的狀況 那事實上對於他的整個 星球季的第一年 雖然大家都知道要給他一點時間 但是我相信自己本身 他也不希望第一年打的成績 說真的跟那四隊差太大 所以我想最主要找一軍的這種捕手 應該還是對於整個環境的一個了解 對於其他幾支球隊的一個了解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好 我知道李哥在個人的頻道 也對這個最近很夯的 包括闊邊選秀跟FA的議題 談了很多人的想法 最後要不要針對這個 明天要登場的主題 幫我們做個結尾 其實我是覺得說 球隊能夠有一些球員的 一個交流跟活絡 當然每一支球隊都希望 把所有 甚至於只要是對自己球隊 有任何一點點加分的選手 都保住 但是我是蠻期待 衛球隊選到了這四個選手 能夠對於新球隊有一個 真正加分的一個作用 但是這個加分其實也代表 對這四個人是一個加分 因為這四個人顯然 第一個沒有在球隊 有限的保護名單裡面 雖然這個保護名單 已經擴充的還蠻大 那沒有的一個狀況代表什麼 代表他大概就是一個 備用的主力 那你如果能夠轉換到一個環境 那聯盟的相關的規章 也保障了你的一些薪資等等 那我覺得有些選手 可能過去總是讓大家覺得他好用 但他不固定先發的 如果能轉換一個環境 到衛球隊 到一個星球隊裡面 成為一個一軍的主力 其實搞不好或許 未來他是海闊天空 那其實對於星球隊也好 對整個環境 就是說大家各隊的戰力 衛球隊不要跟大家差太多 更重要的是這四個人 其實都可能是一個全新的一個機會 那這應該是大家非常樂於 見到的一個狀況 對過去大家說比較沒有流動 所以同一個位置表現機會少 也許這是新的一個機會 一個出入 沒錯 好 那球迷大家討論 看了這麼多網絡文章 豁免選秀到底結果是什麼 明天就會揭曉 也請大家持續鎖定 明天的未來體育新聞